随着我国人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现在买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买车 同时买车的门槛也是越来越低 这倒车现在的人们换车也是越来越频繁了 很多人都是一辆车开个三四年就换了 而对于那些一辆车开了近十年都不换的人是怎么想的 或许大家都想错了 并非是因为穷 其实现实中有很多小公司或者是小工厂的老板 都是一辆车开了十来年 他们并不是因为穷才这么做的 虽然算不上做生意的富翁大佬 但是几百万的资产还是有的 那为什么他们一辆车开十年都不换呢 因为在这些人眼里汽车只是交通工具而已 只要不影响功能性和安全就没必要换 在他们看来把钱花在生意上可能是更合适 除了这些只是把车当作是交通工具的人 还有一种人一辆车开了十年也不换的 也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有了情怀 这种所谓的情怀也是有很多种的 比如有的人当初买了一辆自己非常心仪的车 而且车也确实不错的那种 他们可能越开越喜欢 开出了感情而不舍的换车 还有可能比如说这辆车已经开了七八年 一次事故都没有出过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辆车很吉利 怕换了车会失去这种所谓的好运 所以不想换 当然了除了以上数的那些 还会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原因 让一个人开一辆车十年也不换 肯定不都是因为穷的